iOS 18 Beta 2新特性 iOS 18和iPadOS 18测试版 支持外区格式化 OpenAI收购远程协作平台 MultiMatter AI扩展至印度 OnePlus Note C14 Lite 5G发布 苹果发布了iOS 18的第二个测试版 为iPhone和iPad操作系统 带来了多项新功能和改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增功能之一 是iPhone屏幕镜像功能 允许用户通过运行 Mac OS Sequoia测试版2的Mac 来控制他们的iPhone 即使在iPhone锁定的情况下 这个功能也使用户能够打开 和使用应用程序、管理通知等 第二个测试版还包括了 RCS消息协议的切换功能 该协议旨在取代传统的SMS和MMS 目前,美国iPhone用户在支持RCS的运营商 如T-Mobile、Ryzen和AT-T 可以看到这个切换选项 主屏幕界面也进行了一些更新 包括为App Store图标添加了按摩式 以及一个可以设置为自动模式的壁纸着色切换 这个切换会根据环境自动调整壁纸色调 此外,还添加了一个新的连接卡钱包小部件 但目前尚未启用 这个功能旨在与钱包应用程序集成 显示总卡余额和交易历史 在美国,它目前只适用于Discover卡 在密码应用程序中 主视图添加了一个新的加按钮 使用户无需先点击O图标即可添加新项目 控制中心电源按钮在按下时 有更明显的触觉反馈 并且只有再按下而不是轻触时触发 这在使用控制中心时防止了误触 对于欧盟用户 iPadOS 18测试版引入了对替代App Store的支持 并允许从网站下载 App 这与iPhone在iOS 17.4中进行的更改一致 这些更新是苹果对iOS 18的持续改进的一部分 预计在9月正式发布前 会有更多的变化和改进 苹果在iOS 18和iPadOS 18开发者测试版中 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新功能 允许用户直接从他们的iPhone或iPad格式化外部硬盘 这个新功能通过文件应用访问 提供重新格式化硬盘到Apps XFAT和MSDOS的选项 这个功能对于iPad高级用户特别有用 因为它解决了格式化需要Mac的要求 此功能的加入表明 苹果可能会将更多的实用应用 集成到文件应用中 就像之前的更新中将快速查看 集成到文件中一样 iOS 18和iPadOS 18测试版 目前可供开发者使用 苹果计划在周一向开发者 发布第二个测试版 OpenAI收购了Multi 一家以前被称为Remotion的初创公司 专注于为Mac用户提供的屏幕共享和协作技术 这次收购标志着OpenAI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战略举措 Mult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Alexander Embiricos确认 他和整个Multi团队将加入OpenAI的ChatGPT桌面团队 负责开发ChatGPT for Mac桌面应用程序 此举表明 OpenAI可能会利用Multi的技术来增强其AI模型 根据文本或语音命令与计算机系统互动和控制的能力 收购还表明OpenAI对企业解决方案和协作技术的兴趣日益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Multi的当前应用程序将被终止 所有用户数据将在2024年7月24日之前删除 因为公司过渡到其在OpenAI的新职位 Meta在印度推出了其AI驱动的虚拟助手MetaAI 更新的MetaAI现在有了Lama3模型 提供了一系列功能 包括内容创作和图像生成 它现在在印度的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和WhatsApp上提供英文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搜索栏和聊天功能访问MetaAI 提供这些平台上增强的互动和帮助 OnePlus正式发布了Nord Seas Lite 5 G 这是其经济实惠的Nord系列的最新产品 这款手机拥有6.67英寸120Hz AMOLED显示屏 具有2100尼特峰值亮度 以及AgroTouch技术 以提高触摸响应性 它搭载了骁龙695处理器 8GB内存和256GB存储空间 支持最高2TB的MicroSD卡 设备有一个5110毫安时的电池 支持80瓦 有线快速充电和无线充电功能 相机设置包括一个5000万像素主摄像头 一个2000万像素深度辅助摄像头 和一个16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提供改进的摄影能力 Nord Seas Lite 5 具有超级银和超级蓝两种颜色 预购从6月24日开始 7月1日开放销售 它的价格为299英镑或329欧元 将通过地区零售商和OnePlus.com提供